这边这边 俊宏 你换新车了啊 对啊 我第一个就来载你啊 看你三车 为什么你会买这辆新车啊 这辆新车是 Vios 2023 比起上一版呢 这辆车的设计我更喜欢 因为它有更大气 而且有 Sporty 的感觉 它侧头设计变得更加精简 而且前面有黑色的网格 然后旁边也是它的隐藏式亮点 有小网格 目的就是要减低刹车系统的温度 达到更好的刹车效果 侧身有象征速度的线条感 车尾的部分采用了类似 Fastback 设计 这款的车灯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跟之前的车型一样啦 E 和 G 版的车都是配备 LED 灯 大灯配备了 Order On Off Follow me Home Function 还有 L-SAP Deerhide Running Light 这样车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啊 我觉得它提升蛮多的 相比其他 B Segment 的车啦 我觉得它更有质感 因为这一代的 Vios 它用了更多 像是皮革的材质 很有这样的 Plastic 的感觉了咯 诶 它的唱机怎样啊 我需要 Apple Card Play 咧? Apple Card Play 是吗? 有 都有 而且还有 Android Auto 而且它的按键是在右手边 对于我们驾驶者来说非常方便 再加上它的这个唱机设计是浮旋式的 很 Atas 的感觉 那 对于大长腿的朋友咧 我身高是 178 如果是脚的话 距离前面的座位还有一个拳头的距离 可是头顶的话就是刚刚好咯 那现在我就要带你试驾 我喜欢这辆车的特点就是它的车身很安静 走平路的时候那个感觉比较舒服 对于 Vios 迷来说咧 这款车肯定是无可挑剔的啦 那如果你是要找终端车 又要找高级感 又要有 Sporting 的感觉 Vios 2023 是你值得考虑的车款哦